真的是很難 你覺得歷屆的市長沒有努力嗎 他的難處實在是不能形容的 你曉得郝龍斌有一次給大家拉皮優惠 真的就給你1%來補貼 他那個拉皮只有在捷運的附近才有拉皮 我跟你講我們那用大佬 已經爭取大家的意見 三次以上都拉不了皮 因為大家都有意見 連拉皮都有意見 那你現在都跟有什麼問題 一樓它的好處 就是說改建了以後它的好處沒了 最頂樓的有加蓋 你加蓋要讓我怎麼算 還有你剛剛講的 三十多年三十五年四十年左右的 你看現在很多地方都那個池莊掉滿地 因為什麼二丁掛的 你看到二丁掛就是三十五年到四十年 這些房子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們的公設 我家的房子公設只有14% 你現在說一瓶換一瓶 一瓶換一瓶 你把我的公設從十四趴擴大為三十五趴 我現在三十三十五坪變成二十幾趴而已 我怎麼住 所以這個沒有辦法解決 你政府怎麼給這個額外的好處 給不了的 所以這個很難 所以要有一個大災難 空襲炸掉 那就渡庚了 你看那我們要這樣嗎 當然不要 不是 對了 但是有這些困難 大家都知道 他是要解決 譬如說舉例來講 就是我這樣老舊房子改 我需要按照你新的那種規定 公共設施非要佔那麼 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嗎 非要佔這麼多嗎 對不對 你現在要求一百分 他現在是二十分 我是不是能六十分 就能夠及格了 所以也許像這種老舊改建的房子 你也許就不用用新的標誌 這麼嚴格的要求他嘛 你有個彈性嘛 對不對 但公務員不肯拿 那我土利啊 到時候要抓我去關啊 對不對 叫他去找我去談啊 檢察官找我去談啊 怕死了 隨便 乾脆 等到將來颱風來 地震來 火災來 你們要死自己去死算了 我就不管 那是看你們運氣 沒有人要負這個責嘛 但是真的都沒有辦法嗎 另外就以前沒有國宅的時候 有個國宅處在蓋國宅對不對 那現在對於這些特別難搞的 是不是政府比如說市政府 成立一個什麼什麼處這樣子 都庚處 都庚處 他現在都庚是給這個土地夠大 建商給你去搞 政府自己來蓋 就跟你說國宅不是政府蓋嗎 國宅你可以蓋為什麼 這個時候老舊房子 你不能蓋呢 排除外了 你來排除啊 就這種建商不蓋的房子 我政府來蓋 這就要破例嘛 當然吃力不討好嘛 但是那否則的話 建商不會蓋嘛 因為第一個你土地小 剛剛講過 你可能土地的地方不值錢 對不對 建商弄了也沒用 那這個地方才需要改 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一旦發生災變了 這地方死人最多的地方 那他不是你的市民嗎 他不是你要照顧的對象嗎 是你最要照顧的對象 你最怕那個地方 災變的對象 那政府要不要擔起這責任來呢 你自己想嘛 當然很困難我知道 但是你一個大有為的政府 你就應該擔起來 以前國宅我可以幹 現在這個我可以幹 敢不敢